小男孩在海边玩耍 却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突然出现了一条鲨鱼 他昨晚才刚刚吞掉30万人 就向着男孩猛扑了过来 小男孩拼命的喊救命 可就是没有一个人 万万没想到 鲨鱼一个打挺 将小男孩推上了岸 岸上的小女友非但没有帮助他 反而发誓不再理他 就在刚刚 男孩和小女友被一条恶犬拦住 小男孩因为胆小 没有挺身而出 而是躲到了小女孩的身后 这才意外掉进了水里 但侥幸获救的小男孩 一点不高兴 反倒很恼火 突然一旁的椰子 像被什么力气劈开了一样 小男孩被吓傻了 原来是那条鲨鱼 他竟然可以隔空劈椰子 鲨鱼还说自己有套武功秘籍 可以传授给他 学会了可以以一抵摆 看着一旁被劈开的椰子 小男孩决定扮鲨鱼为师 于是小男孩每天疯狂的练习健身 和徒手劈椰子 风雨无阻 鲨鱼师父也在一旁吹笛打气 直到这天 小男孩在训练时受了重伤 还流出了血 他开始犹豫了 鲨鱼师父看出了小男孩的心思 立马装扮成了小女孩的样子 小男孩对时重燃斗志 更加勤奋地练习 很快他就成功了 不仅可以扑手劈开椰子 还能够轻松地举起 两个二百斤的水桶 他也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这天小男孩又一次碰见了那条恶犬 这次小男孩不再犹豫 挺身而出 他要保护好女友 正在他要劈死小狗时 却想起了鲨鱼师父的教导 有能力的人从不欺负弱小 就像鲨鱼师父 只吃坏人一样 于是向男孩伸出了友好的手 小女孩也又一次成了 男孩的好朋友 这个小女孩太狠了 竟然趁着妈妈涂口红 偷偷用缩骨弓 把自己塞进娃娃机里 奇怪的是 店里的人都没有发现他 天真的小女孩 并不知道这会是多大的危险 后知后觉的妈妈 突然意识到了不对 开始四处寻找他 此时小女孩为了不被妈妈发现 把自己深深藏进娃娃堆里 妈妈焦急的询问店员 而一脸烟熏装的店员 却只会不停的摇头 妈妈急忙跑出店外寻找 注意看 这个妈妈跑出了商店 如果一直没有发现他 没吃没喝 一定会有生命危险 或者此时遇到个 居心叵测的坏人 哄骗他 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十分钟后 妈妈依旧没有回来 这时进来了一对母子 小男孩十分调皮 进店就开始不停的搞破坏 正当他要抓娃娃时 却突然 原来他发现了小女孩 尖叫声惊动了小女孩的妈妈 幸好妈妈没有走远 及时冲进了店里 虽然很愤怒 但妈妈还是压抑住了情绪 焦急的叫小女孩赶紧出来 可小女孩就是无动于衷 后面无论妈妈怎么劝说 小女孩就是不听 妈妈渐渐失去了耐性 变得越来越愤怒 而小女孩也跟着越来越叛逆 还和妈妈做起了鬼脸 妈妈叫店员去拿娃娃机的钥匙 但钥匙却不在店里 愤怒的妈妈只能找到消防员 壮如牦牛的消防员 也是用了距离 整整翘了十分钟 才成功打开它 尽管小女孩十分不情愿 但还是被消防员 安全的抱了出来 这时小女孩依旧不停的吵闹 妈妈上前就狠狠的教训了她 她愤怒的抱起小女孩 正想要离开时 却被店员拦住 她要拍张照片挂在墙上 作为安全提示警告 所以带宝宝出门的妈妈们 千万要注意 把孩子放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只有小心谨慎 才能避免不幸的发生 这是一只无人敢招惹的野猪 只因为它的嘴 曾经咬死过65万人 还霸占了宇宙巨大宝藏的藏宝图 并在地狱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直到这天出了意外 一只猴子为野猪献上了价值八亿的金猪 只为瞻仰下藏宝图 贪财的野猪看到昂贵的金块 两眼放光 于是一个响指 就让手下把藏宝图丢了过去 万万没想到 那只纯金的小猪居然是假的 猴子件事情败露 直接启动了灭霸手套 一边挑衅她 一边带着藏宝图逃之夭夭 一顿闪斩腾挪 跳上了蜘蛛精的车 野猪被激怒了 派出了精良部队 谁知美女不但皮肤粉嫩 还会大招两袖青蛇 硬是躲开了导弹的追杀 他们凯旋而归 原来他们是银河护卫 为了捍卫宇宙的秩序 他们必须提前找到宝藏 并妥善安置 他们根据地图指示 来到了冰雪世界 开始没日没夜的搜寻宝藏 但万万没想到 野猪在女巫的帮助下 以厨师的身份潜入了护卫队 他想要夺回地图 可还没等他动手 就迎来了巨大的危险 突然一阵巨响 猴子赶忙起身查看 原来不远处掀起了一阵巨浪 巨浪前进的速度极快 强大的气流 瞬间就爆破了 飞船上的所有玻璃 勘探小队也被击飞 美女冲击气流中 想要想办法支援队友 可万万没想到 飞船里居然出现了蓝灵王 美女跳下飞船 和队友并肩作战 飞船已经破碎 他们只能为了保护地图 殊死一搏 突然 这场争夺宝藏图的战争 持续了500年 护卫队最终赢得了胜利 野猪破败的只能吸苍蝇为生 而护卫队也只剩下了孤独的猴子 他也终将会为汉卫和平 而战斗到底 这个男人急步上前 用士兵的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扣下扳机 果然没有子弹 于是这些人嘶吼着 抬起事先准备好的管道 冲向前面的车门 一群人撕打起来 没有子弹的士兵 招架不住这些人 撞翰一个箭步 飞快地跑到前面 刺伤士兵拿走钥匙 一行人开始寻找出路 但下一节车门打开时 赫然是一群手持棍棒的强壮大汉 这些人到底能不能活下来 这是一辆永动车 17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这些人被囚禁在这里 门口都是重兵把守 阴暗狭窄 终日不见阳光 每天士兵定时间地 送来一车黑块 供大家生存 这些黑块有着极其古怪的味道 这里每一段时间 都会消失一批人 还会不定期地 根据身高体重 带走一批孩子 如果反抗 就会被暴打 有个爸爸受不了这种分离 起来反抗 结果遭到了飞人的惩罚 士兵把他的胳膊 摔向列车外 一分钟就变成了冰块 敲了敲 然后用大锤一砸 以警效尤 他们发起过多次暴动 但都以失败告终 亚瑟满眼愤恨 他是个特种兵 17年一直隐忍寻找机会 他要让列车停下来 带大家逃出去 因此大家推崇他为老大 眼镜老者也成了他的军师 昨天他发现看守的士兵手里的枪并没有子弹 实际终于成熟 于是他急步上前 用士兵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扣下扳机 壮害一个剑步刺伤士兵拿走钥匙 一行人开始寻找出路 许久没见过阳光的他们 被强光刺得看不清前面的路 但却看见了外边 看见了希望 接着他们来到生产黑色蛋白块的车厢 众人吃着保存体力 但老大却发现了黑块的秘密 机器里全是蟑螂 他们吃了17年的黑块 竟然是蟑螂碾压出来的 很快下一阶车门大开 赫然是一群手持困棒的强壮大汉 于是他们开始肉搏 乱作一团 后面赶来的大汉们 集体带上了夜视仪 突然车厢黑了下来 他们什么都看不见 而对方就像猫头鹰捉老鼠一样 瞬间一群人变成了带宰的羔羊 死得死伤得伤 危机关头 一个小男孩带着火把冲了过来 一路上不断的增加 有了光亮的他们开始反扑 士兵们很快挂不敌众 他们赢了 车厢也亮了起来 但他们伤亡太重了 亚瑟决定带几个人先去 然而就在他们走后 一个光头推着鸡蛋来到他们面前 这太有诱惑了 毫无防备下 突然光头就掏出了机关枪 开始扫射 最后一群士兵持枪 偷袭了留下的人 然而这一幕 被亚瑟他们从监控上看见 他们不知道前面还会有多少敌人 但他们只能前进 这时杀手已经在慢慢靠近 在桑拿车厢里开始厮杀 杀手出手很迅猫 几人肉搏 杀手丝毫没有站到下方 最后几人还是合力 干掉了这个杀手 现在转向上三人 雅瑟和皮特 以及他的女儿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前进 他要为同伴们报仇 也为他这些年给他吃了蟑螂的耻辱 很快他拉到最后一道门 只要打开就会让列车停下来 可怎么都打不开 他惊慌地敲击着门 皮特将他拉住 雅瑟极度痛苦 原来他被关进来时 并没有黑色蛋白块 为了生存只能人吃人 尤其是银行 17年他夜夜都睡不好 只想杀了列车壤 让列车停下来 皮特拦住他 告诉雅瑟 只要炸开旁边的门 就可以出去 自己刚好有炸弹 突然门开了 出来的女人一枪打倒了皮特 威胁雅瑟进去 原来这一切都是列车长的游戏 他把这些人关在列车上 看他们人吃人 定期知道动乱 肆意屠杀 来供他欣赏 玩乐 他很敬佩雅瑟 并邀请他一起分享这里的一切 此时听见地板下有声音 他们掀起一看是个小孩 原来有弄机服势永远玩好 需要牺牲无数的孩子 在狭小的空间来保持运作 看到这里 雅瑟终于怒了 他杀死列车长 用自己的手臂卡住齿轮 将满身世上的孩子救了上来 随机引爆了炸弹 就在爆炸的瞬间 皮特和雅瑟深深地抱住了两个孩子 他们想让孩子活下去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火焰瞬间窜进来 爆炸声巨大的声波 引起了大面底的雪崩 接着列车被巨大的雪崩解体 列车冲向了一处山谷里 这样死亡列车终于停了下来 此时两个孩子走出来 他们是列车的幸存者 这个高质量的男人有点狂 面对持枪歹徒 他一点都不慌 小墨镜一戴就救下了美女老板 还挑衅歹徒快点开枪 歹徒一扭头 你压的没有枪你还敢狂 直接就送你去吃香 谁成香 男人一个嘴巴子就来了个乾坤大魔仪 又一个嘴巴子脑袋就回归了原位 歹徒又是啪啪啪 男人一顿灵魂狂爽腰 哎你就是打不中 咱就是玩 因为他极为帅气 我们就叫他大山 他的梦想是成为舞王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为了追梦 他做起了超市销售员 因为这里场地大 不至于荒废他的灵魂 一首魔性的音乐 就能让他捂出僵尸的模样 但老板可不吃他这一套 直接就喊他停 还说怪不得你不火 这五步看着 就像早上吃了很多香 又直接叫他滚去收音台 当到收音台 这声音 这节奏 他又开始控制不住 扭起了水蛇腰 顾客也是一脸懵逼 心想 你这一下就卡点卡五次 老娘这钱包也是吃不消 谁知一旁的小帅 也跟着神住宫 两个人就这样 哈劈起来 但又被老板发现 大山被叫进了仓库 美女老板也是怒不可饿 还说不好好工作 就立刻滚蛋 不服气的大山 刚回到稿文上 又听到了那首魔性的音乐 大山虽然努力克制 但你身边总有这种随意 越是尴尬了时刻 他就越要助攻 小帅就是这种气儿灯 虽然已经控制到了极限 但还是掩饰不住颤抖的手 这下老板开除了他 突然一名歹徒入室抢劫 还要美女老板 和他一起去小黑屋挠痒痒 男人放弃了音乐 穿上西装 戴上墨镜 气质这块到位 然后 带头一顿疯狂输出后 直接就被吓跑 最终大家簇拥着大山 一起跳跃起来 突然大山就被惊醒 发现自己竟然在医院 原来一切都是他的强项 他被歹徒打中了105次 医生还说至少8个月不能跳舞 大山一听 直接蹦下了床 开始狂魔乱舞 此视频送给为梦想而努力的你 愿你梦想成真 如果被挂在万米高空上 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女人一觉醒来 居然发现自己睡在了天上 更难以置信的是 女人搜一下就跳了下去 结果又落到了另一张床上 一不小心又滚了下去 她还在往下掉 突然 背张大床弹飞 站起来一看 自己的狗狗就在自己的身边 她甚至能清晰的看见 火箭在发射 于是女人就来到了儿子的身边 随后又跳了下去 她渴望自由 于是不停的在天上 奔跑 跳跃 但没有办法 地球眼力不允许她另类 于是她就被挂在了床上 女人拼命的扯着床腿 她不想离开床 可为了能生存下去 她又不得不放弃松软的床 女人不停的下落 向极了慢放 经过一夜的努力后 女人还是落到了床上 不得不说 这床垫太舒服了 这个男人是个疯子 就想体验一下 在空中睡觉的感觉 于是就把自己的床上 绑了个降落伞 从猪木狼马风上 跳了下去 看把她舒服的 她还拿起了眼罩 想美美的睡一觉 这心得多大 这小床不仅摇摇晃晃的 下面还是大海 可男人就是放心大胆的睡 直到两个小时后 男人终于觉得快要落地了 却跑到了居民去 这要是挂到了高楼顶 掉下去 肯定会被摔死 真是提他逆了把汗 男人开始拼命地摇晃 降落伞的方向 试图避开居民区 终于经过一条马路后 他成功地降落到了沙滩上 真的太刺激了 不过要提醒大家 勤务模仿 注意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 有请不吝点赞 打赏